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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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百文 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家伙了吗 人称海上巨无霸 大海深处藏石油 带来财富 全靠它 它的名字叫海上油气处理厂 简称FPSO 不仅可以开采海洋中的石油和天然气 还能简单加工 储存和运输 你看它这么牛啊 建造它一定不简单 巴西的一座叫P67的FPSO 就在建造的过程中 半途停工了 只能去求助海外支持 而这类项目的国际市场呢 之前都被挪威 荷兰等国垄断 但是这一次 巴西却把信任给了咱们中国 承担这么大的项目 在中国海洋工程领域还是第一次 那接下这块半途停工的烫手山域的时候 先前的很多设计图纸都已经丢失了 工程界面非常复杂 这个大工程还要远渡重洋 运到咱们中国青岛来建造 难度可想而知 可是有人天不信邪呀 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有能力 更有信心干好 就这样 这个叫杨健的汉子 逼着自己和团队去精力 去锤炼 复杂的工程量让它们几乎崩溃了 整个项目使用钢材量 相当于三万辆小汽车 电缆长度是北京到天津距离的十倍 为了完成图纸核对 他们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修正了项目先前的 三千多项设计错漏 修正电缆二十万米 终于这个工程量最大最复杂 技术要求最高的海洋工程 顺利完工了 三年前 修计斑斑的他 花了一百一十三天 从巴西运来中国 三年后 满载着中国工程师的匠心 他焕然一新地 停靠在巴西里约 在大西洋西岸 开采石油 创造财富梦想 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公里 是从青岛到里约的距离 这两个在世界地图上 成对角线的地方 因为众多像杨健一样 优秀的工程师 而联系在一起 这是投向中国的世界信任 更是向世界证明的 中国将心 海有万里酷 梦会一线迁 时代大浪游 我自在朝前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 工程师杨健和海上巨无霸的 背后故事 谢谢百文的分享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掌声请出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杨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海洋石油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的杨健 主持人好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 欢迎 我们先来从那个 百文刚才那个演讲说起 他说那个海上巨无霸 那个简称叫FPSO 你先给我们再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 这海上油气工厂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FPSO是四个英文字母 服饰 生产 存储和卸油的 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 这样的FPSO既可以从 海洋里抽取石油 同时也能对原油和天然气 进行初步的加工 存储和处理 实际上它是陆地油田设施 和船舶结合的这么一个厂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国家有这个FPSO的 我们国家最早是从86年 开始设计第一条FPSO在渤海 89年就建成投产了 到目前为止总计是16条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 我们说的那个旧霸 P67 是吧 P67是不是一个规模 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海上油田 它是相当于这个 我们国家的辽宁号航母的 五倍的排水量 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 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大小 这一条船的产量规模 相当于我国大清油田 在高产文产期的四分之一 那确实是一个 非常之庞大的一个家伙 为什么这个项目会被我们接下来呢 FPSO它主要技术掌握在一些 挪威 日本 我们从80年代末起步 到目前为止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这20年 尤其是最近10年的努力 我们也具备建造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FPSO的技术 巴西是世界FPSO的主要市场 P67这个项目 因为巴西国内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这个项目 它中途隔浅了 它迫切地需要一家下家 来帮它继续把这个项目完成 所以在国际FPSO巨头 都退却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打开 巴西FPSO市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接了这个项目 这个如果建好之后 它是停在 它停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东南大概240公里远的 这么一个海域 水深2200米 就是我们先建这么一个工厂 只不过这个工厂是在船上的 对 然后再把这整个这个船体 把这个连同这个工厂一块 一起运输 运到那个应该停泊的地方去 有田所在的海域 其实大家现在能明白了 就这个大家伙 其实它是一个大工厂 而我们之前说 说您是这个 整个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了解到最初的时候 您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 是吧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这个电气工程 所以刚毕业分到公司呢 第一份活就是这个数电缆 我记得我的同事兼我的前辈 拿了一叠后顾的清测资料 过来给我 我还以为这个是不是教我学习 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把这么一个 数电缆的任务交给了我 数电缆有什么难呢 就数呗 但是呢到我们公司呢 我们发现第一是 我们都是用英文 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的 因为这个行业本身 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跟国外合作起来的项目 所以我们无论是面对国内 还是国际的项目 都采用英文 来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 所以当时一到公司 第一很震惊 觉得这么一个数电缆的工作 是英文的 在一个工程项目中 可能会用到各种不同种类的 不同数量的电缆 所以数电缆的意思是 首先把所有的 使用到的不同电缆的规格 清理出来 然后把每一种规格的 电缆的数量 这个统计出来 比我想象中 在书本上学的知识 还是要难 就是你开始是觉得 这是一个挺简单的活 但实际上真的操作起来 是被弄了个下马位 是的 你那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来应对这个 全英文的工作手册 想要在工作中更快地成长 其实花时间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因为在工程领域 如果你想比别人做得更好 那你应该在一年的时间里 干别人三年的活 你就成长得非常快 所以就是要把自己 其他的时间都要用上 对 这杨老师特别能耐得一下性质 就我在了解他的过程中 除了这一点 他的同事还说了他一个 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有一点爱管闲事 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人家说你爱管闲事 我不是真的爱管闲事 爱管闲事是指除了我的本行 本业之外 我喜欢和这个 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知识点的时候 我还会去学习一些工艺 机械 管道 包括结构的一些知识点 另外呢 我喜欢参与别人开展的技术交流 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呢 都去问别人 这种多专业的知识的融合 可以对整个工程 包括海洋石油的体系 有更好的了解 也促进我今后的 这个职业的转行 从专业转行为 项目的管理者和负责人 你混在人家部门 在那儿听讲座开会 人家不说吗 你这哪来的 我脸皮很厚 我可以坐那 其实说是闲事 但绝对不是等闲知识 你在那看似等闲的过程 当中你是在一点点成长的 那是到什么时候 开始真正接触 这个FPSO项目的呢 最早是在05年06年 我是作为专业的设计者 参与FPSO的设计 管理方面是最早在12年 进入我们叫海洋石油118 这一条FPSO 中间也挺曲折 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作为这个项目的 专业设计者 去进行 当时我的一位老领导 就跟我讲说 你能不能可不可以 去具体负责 做这一条FPSO的 这个项目负责人 或是项目管理者 我有个同事跟我开玩笑 说你最好不要去干 这个管理者了 也许这个 你要去干 可能会少了一个 顶尖的设计员 多了一个不怎么样的 项目管理者 或是项目负责人 我当时也很忐忑 也很犹豫 因为我的本行 我认为我做得还可以 但是要转变自己的角色 从一个专业设计者 转变为项目的管理者 还是对自己不那么自信 所以一开始第一次 我是拒绝了这个请求 我们领导可能他对我很了解 他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 他并没有太多地 对我施加压力 他说这样吧 我知道你在这个项目里面 已经承担了 专业负责人的角色 但是现在我又没有 更合适的人员 来负责这个项目 所以你先委屈一下 你先自己 先做着自己的专业 然后你再兼着 作为临时的负责人 先跑一跑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 大概30人的团队 在上海 大连和天津三地 这么跑了三个多月 这三个月跑下来 自我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做得还挺好 我对我自己也是有一点信心 所以在最后 领导第二次跟我谈的时候 我就同意了 118项目那时候 接下来以后是 你是作为一个负责人 然后一点点把这个项目完成 当你真的最后 开始交付这个项目的时候 看着自己原本 没有信心接手的一个项目 现在交付成功了 是不是会很开心 这个所有的工程项目的建设者 在工程项目 最后收尾成功的一刹那 这个心情都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你会忘却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艰辛 在那一刻只有开心 像118当这个减产人 这个砍断这个寄着香槟的绳子 这个香槟瓶撞击到船头 这个破碎 带着泡沫的酒液碰撒出来 然后船头和船舰两侧的礼炮 冥想当时这个所有人 心情无与伦比的激动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着他一点一点 从在屋里面从龙骨阶段 一点一点地这么建起来 最后在冥笛声中 慢慢地由拖轮拖到油田去 真是依依不舍 但其实你从这个118这个 开出这船务之后 你是不是会对自己 也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当时很自信 觉得这么一个项目 两年的时间 努力的成果 觉得我在FPSO有点成就 而且那个时候 你应该是最年轻的 FPSO项目的负责人了 是的 但我想他这个成长的迅速 其实跟当时的时代背景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包括他刚才说到了 我们国家FPSO项目的 不断的发展 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介绍一下相关的 这个FPSO的一些背景 要说中国在这个FPSO方面 应该说起步不能算早 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世界上就有了 我们的第一艘是 1989年7月投产的 您提到了 是我们的渤海有一号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中国成绩单太亮眼了 因为现在拥有FPSO的 数量最多 然后总领位最多的 就是我们中国 而且我们中国也是FPSO 最大的一个制造国 也是最大的一个应用国 所以和杨老师 他工作非常相关的 这个FPSO 现在为我们国家的 能源安全 我觉得在做着 一个重要的保障 您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杨健的发展过程 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中国的海洋石油的 工程团队 它的一个发展过程的缩影 实际上中国也是在 找油这个问题上 我们说转身向大海 那么我们能够造出如此巨大的 与这个石油勘探 采集运输 储存相关的 这些所有设施的工程团队 它的人才的培养 它的人才的储备 更新换代 不断的这个进步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个核心所在 所以说转身向大海 不是一句空话 是所有的这些人才 物料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这样的一种总和的一种更新 所以说我们从杨健身上 看到的这一股子 对技术的这样的一种敏感 自己能够把自己技术提升 在技术提升之后 又对管理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这样的一个进步 那么这是一种 复合型人才的成长的途径 这同时也是 我们能够看到 未来中国在海洋石油工程 人才培养过程当中 一条很好的一个路径 至少我觉得我在杨健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影 U18项目让杨健从一个装工设计板块的工程师 成为了一位FPSO项目的负责人 这是一次挑战 更是他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 杨健就是说 他是一个专业技术非常扎实 很有灵性 很有潜质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你能看到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这几年的成长非常快 2015年 杨健所在的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接到了巴西世界级FPSO项目的合作意向书 这次负责人的重担 依然落在了杨健的肩头 而这次他又会面对怎样的难题呢 接下来我们聊这个话题就要回到我们最开始百文演讲时候说到那个巨无霸 P67 P67应该比你之前接手的118项目应该是大很多的 是的 118的一个时候你是觉得没有信心 第一次你是拒绝的 那么到了P67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个什么心态 最初很自信 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118顺利结束 第二呢 这是一个半途的项目 这个FPSO到中国来的时候 它不是一无所有 它已经完成一部分了 所以认为后面 这个顺理成章就应该很容易把这个项目做结束 但是实际过程中 恰恰与此相反 为什么呢 那不正像你说的吗 它来的时候都已经出去规模了呀 如果一个项目您是从无到有 从零开始做 那么所有的过程您都在自己掌控之中 但是如果是半途接手的项目 那么对前面已经完成的部分 您需要去重新全部梳理一遍 这个工作量本身就非常巨大 我们派了40个人 在巴西的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这个模块和传体的建造场地 待了八个月 就是专门去检测和核实 已经完成的这些部分 在八个月我们没有全部干完 最后还有一部分工作 是把所有的模块和材料 包括船体运回国内之后 在青岛我们又继续干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一条船前面已经完成的部分 全部梳理完 所以到那个阶段 我们就已经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地艰巨 任务非常地艰难 然后我们拿下这个项目之后 刚刚去的时候 你们相处得融洽吗 最开始的时候 南美它是拉丁风格 人还是很热情的 但是我们出到巴西的时候 我还是能体会到他们那种 那种不信任 或者说对这个项目未来的一种担忧 我记得我们是九月中旬到巴西 做开工会 但是讲完之后 业主对我所介绍的这些执行策略 计划他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业主的项目经理 我记得一个洛塞胡 身体很壮 蓝色眼睛 他问我 他说你们在巴西待的半年以上 你们的签证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 他的问题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 对 另外因为巴西是说葡萄牙语 他的很多员工 他们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还问我们 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这个沟通上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普与翻译 就他关注的点 还没到这个项目 技术层面是吧 怎么去实施 第一回跟中国在油漆行业的这种合作 它停留在你的签证问题 你的沟通问题 你的语言问题上 我说您放心 这些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解决 没有问题的 但是显然就是 在最开始你们接触的时候 对方是非常不信任的 他没有重重顾虑 既然跟你们从来没有合作过 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 这种担忧 是可以理解的 接下巴西的这个项目 是我国首次打入国际FPSO的核心市场 困难远比想象大得多 除了巴西方的信任维系外 历史遗留问题 原始设计错误 安排攻其紧张 一个又一个问题 将杨健和他的团队 往崩溃边缘挤压 当实际工作真正开展的时候 这种潜在的工作量暴露出来之后 我们的各方面 我们的进度计划 就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业主方会直接写投诉信 投诉到我们的工程项目组 就不断地邮件给你是吧 对 他会去抱怨 为什么你的进展落后这么多 在我们公司进度的之后 超过2%或者超过3% 我们就需要给公司打报告了 当我们在巴西前期 我们开展设计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进度之后 能超过30% 这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需要100个人 如果24小时赶工两个月 才能把这个之后的进度给赶回来 那最后你们怎么解决的 真的是100个工程师 24小时不睡觉干两个月 这是不现实的呀 现实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在巴西工作一部分人 然后我们在国内 还有一部分设计团队 在巴西和中国的时差 正好是11小时 正好利用那个时差 对 实际上我们正好是24小时 无缝衔接 不坐起来 一半在这儿 一半在那儿 就是这么解决的 就这么解决的 当你们测算出来 我的潜在工程量 要用100个工程师 24小时不睡觉去完成的时候 那一刻你得到的这种压力 是什么样 在压力最大的时候 叫寝食难安 吃不好 睡不好 那时候会跟家人说吗 会倾诉吗 一般不说 我的妻子呢 她跟我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工作 她很清楚我这些事 但是说多了之后呢 也怕她担心 尤其是我在巴西的时候 一般我不说 但是你可能越不说 她可能越会担心 她不担心 她不会担心 她了解你 是吗 这样吗 她了解我 今天杨健的妻子 也在我们节目现场 来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祝角林 杨健的妻子 和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我所在的部门是项目管理部 所以刚才她提到的 她进度的情况 项目的情况 我都很了解 因为她的报告 要提交给我们部门的 那那时候她在巴西那会儿 你应该是特别特别关注 她每天提交的这个报告 大概的工程进展是吗 应该是特别特别关注的 对 她在巴西那几个月吧 虽然她有当地的这个电话 但是从来都联系不上 基本上我对她的了解 只能从她对项目 给公司的汇报 这个角度才能了解 但是其实呢 就你从她项目 这种进展情况 也能体会到她 在项目里的那种压力 她不说呢 和说其实上 我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 她那个时候的状态 是不是有一度是不太 应该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 尤其是在17年的时候 大概有三四个月 才能回家一次 就大部分 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青岛 包括像春节 也不停工的这个项目 所以那个到家以后呢 也不像以前 也能和孩子 比如踢踢球啊 下下棋啊 陪陪孩子 但是干了这个巴西项目 回来以后就是狂睡 有一些轮派回来的同事 就跟我说 说朱姐啊 你得劝劝杨健 他现在在青岛 和那条船就叫上进了 满心满眼都是那条船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再这么下去以后 他就得抑郁症了 你那时候是怎么跟他 就解决那个状况的呢 我就问他 你自己要是觉得 还是想坚持下去 你就坚持一下 如果觉得自己实在吃不消了 这个项目干不些去了 是不是我们也找领导谈一下 但是他没说话 其实他没回答的意思 已经很明确了 他不会放弃这个项目的 所以只能是家里的事情 让他少操心 把孩子带好 把家里的事尽量让他比较平稳的 他呢 青岛那边的事情 也只能靠他自己去坚持了 但是你们在背后的支持 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当时那段时间应该是特别煎熬的 对他自己 对他的同事 还有对他的家人来说 都是特别胶着的一段时间 但是熬过来了 挺过来了 应该是三年时间吗 2015年8月份到2018年的5月26号 这是5月底船托航前 我们工程项目组的全体员工 在船尾拍了一张全家福 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为这条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是的 我看到我们有工人 这个不公开的 偷偷的在某个角落 把自己的名字刻到这个船体 或者刻到某块上 当然以前提是 以不能伤害这个船的结构 为前提 就是有非常特别的感情 然后也会觉得舍不得 是的 巴西方面的人 他们是在对面迎接吗 他们有过来吗 他们在 他们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在现场 也在现场 对 从原来您说秀极斑斑那个状态 最后变成完全一条新船去拖走 他们也很激动 因为这一条船 如果没有中海游 或者海空接的一条船 这就是一个沉默的FPSO 他们想象中 有可能这个几十亿美金 就扔给大海了 这个项目放弃了 最后又一个完好的 世界级的FPSO 再重新还给它 驶回巴西 在油田经营开餐 就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你说最开始 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不信任 你说那个 长着什么蓝眼睛的那个人 后来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态度 他叫Anderle 我们P67起航前 我们在一起吃饭 他感激我们 他们说没想到 你们最后真的能把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现实 刚才杨洁说到 蓝眼睛的巴西人 还特意录了一段视频 来表达他的谢意 我们来看一下 I'm really glad to be here right now just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 your efforts You are a highly skilled and committed team Leaded by Mr. Yang Jiang You are able to develop and deliver a high quality engineering job to accomplish this huge challenge I really hope to meet you in the future 如今P67已经在巴西投入运营 而杨健和他的团队也再次出发 投入到下一艘世界级FPSO的建设中 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P67 呈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我们海游人的技术 还有我们的气魄 然后整个就是让他们了解 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 在这方面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种精神 或者一种文化 或者我们海游人 我们从成立到现在 我们就从从来没有因为困难 而放弃任何一个项目 也从来都以追求完美的结局而组成 我们也是我们从老一辈的前辈那儿 一辈一辈承接下来的良好的精神风貌 这已经烙印在我们灵魂中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时代给你带来了什么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因为我是1978年出生的 其实改革开放这40年 它正好见证了海游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海游和我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第二呢是机遇和挑战 我们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工业 它一旦跟广阔的海洋联系在一块 它就能产生很多梦幻般的 就匪夷所思的那种产物 所以我想海洋石油工业 它是这个人类智慧和科技的那种全部的结晶 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和挑战 让你更多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一艘本来很可能会沉入海底的T67 杨健他们的团队改写了他的命运 其实同时改写的呢 还有我们中国在FPSO的一个国际的形象 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做到了这么难的一件事 这真的就是海游人的精神 源自石油人的精神 苦干实干 三老四言 铁人精神等等等等 都已经融在你们的血液当中了 所以只有你们凭着非常强韧的一些精神 凭着最过硬的技术 才能够有我们的自主创新 才能够有让我们的中国企业 一项又一项在世界上临以为傲的成就 向你们致敬 辛苦了 我们说转身向大海 大海的能源资源的开发 都离不开中国青年 投身于所有的相关事业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呢 就提供给一批好青年成长的这个土壤 我觉得像杨健夫妇代表着今天很多青年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在今后的时代里面 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帮助 感谢大家 刚才杨健是说到 他说这个海游人的精神啊 就是不论有多艰难 从不轻言放弃 绝不会让不完美成为结局 但实际上我们回头去看 其实出现在我们美好时代当中的 诸多人物 当他们有不凡成就的时候 刚才说到的那些 是他们身上共有的一些品质 我想应该是 当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品质的时候 当这个时代在给你更多机遇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可以阅历朝头 成为做出不凡业绩的那个人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美好时代 我们辖州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健 谢谢 谢谢 感谢 感谢